大家都知道,人乐圈有很多经典的角色都被模仿过,但能让人记住的,永远是演的最经典的明星,就像范冰冰的搭起,赵丽颖的女儿国国王,陈乔恩的东方不败,赵薇的小燕子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听听要说的这个人,她曾是最美小龙女,年轻比范冰冰还美, 被江林十年男友抛弃差点自杀,如今51岁,无人敢许,她就是李若彤,李若彤1967年出生于中国香港,在进入娱乐圈之前,很多人不知道李若彤曾是一名空姐,因为长相清晨漂亮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被心态邀请去拍广告,最后被著名导演徐克湘州,进入娱乐圈的李若彤, 先后主演了《煞雕侠侣》、《飞骨雄心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秋香》、《羊门女将》、《豆婆苍穹》等经典影视作品, 虽然李若彤从影28年,也演了不少经典影视剧,但让她成名的就是和谷千勒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,她在这部剧中扮演的《小龙女仙气十足》,一评一笑都是戏,这个角色简直为她而生,让她一炮而红,事业一帆不顺,在感情方面,李若彤曾有一个富商男友郭英璇,两人在一起恩爱了十年, 在男友破产的时候,李若彤还是不离不弃,可没想到最后男友渡过难关,之后和她提出分手,在接连遭受感情和父亲去世的打击,李若彤伤心欲绝,还一度患上抑郁症差点自杀,最后不得不退出影视圈, 如今,51岁的李若彤,在被相连十年男友抛弃以后,至今无人敢娶,最近李若彤刷出自己拍戏的自拍照,从照片看,虽然已经50多岁高龄,但身材还是很完美,只是脸部僵硬仙气全无,网友大呼,新日女神去哪了? 只可惜李若彤至今单身一人,浪费了一身好基因,希望他能找到白马王子,祝福他